各位漫威朋友好,又是我Candy,Layman 跟大家研究10月14日第三場賽事 未看影片之前,各位不要那麼孤寒 可以按一下鼓勵給阿讚 有很多朋友看這個頻道,但都未訂閱我的頻道 那些老友記,可以按一下訂閱的按鈴鐺 YouTube不會收錢的,只不過有影片提示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馬仔 另外,各位想支持Layman,繼續提供賽馬資訊給朋友參考 可以看一下廣告,按入廣告 花你們每人少許時間,盡量看一下廣告 已經是對小弟的支持 另外,影片右手邊,71QR,PayPal的實質行動 當然是歡迎GG,現在這個時勢 以及可以加入小弟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所以說到這裏 第三場賽事,這場四班1200米 未跑過谷草1200米的,好像有連里福將 連里福將,吉里大勝,歡樂好友 這三隻是未跑過的 今季初出的馬就沒有的 有,連里福將初出的 初出的當然是先說一些雜 這隻連里福將,功夫就試到足了 大家看看,第一課賀明年,試雜 帶B眼罩 走回來身體重一點,末段差一點 但也不是很差那種 第二課是梁家俊試的,帶V眼罩 V4雜都OK的,試直路 第三課是特地去試菊草千二,即是這次跑路程 就帶回這次出賽的配備 就搬頓去試 試完呢,再試草地 不如先看這課集 時間上呢 只是末段快一點 我當你1分11秒 時間是一般的 不過看看走勢 有些很好彩彩啊 安城、冠寶區啊 大雷暴那些 有些能力的馬 這條片可能會講很長 因為有很多東西要分析 這條片 貼著內蘭一比就過了 22秒多 這隻 又是B眼罩 又是V眼罩 又是B眼罩 功夫就做足了 今季葉楚行很正氣 很多雷文都捉到 昨天心愛都捉到 前面放了出來的馬 就是大雷報 第二位就是這隻 好好彩彩 第三位外面 其連衛星中間 樂曼組合 灰馬連利複雀 第六位屠花勝 後面四隻是半補區 橙三精彩精彩 剛才大家看到 赤一赤 比較慢一些 他又不想讓馬走 今天會不會流離跑呢 真的不知道 今天十檔 大哥 我 這裏拔過來 這個位置 就上了 但腳法就是直筆 的了 真的騎下去 22秒多 前面沒有什麼用力 大家都看到 是好的 這隻馬 因為要說的話 太多了 這一場 這次賽事 我量了三場 現在這場 我覺得 都很混亂 這隻連理複雀 大家都記得 上季這隻馬 和什麼馬跑呢 標之智能 我記得 標之智能 平海掌聲 這些他都可以 入到PACE 後面的電子群星 都追不到 好像是電子群星 但是今天整理十檔 我看回這隻馬的跑法 他一整理外檔 整天都是放在前面 去克服的 對了 譬如你說今天 如果沒有馬放的 一定會選這隻馬 但是我等一下 我分析過形勢 講集就講了 正本洪森 上次怎麼跑呢 一出閘 那場是 掀完又掀 傅曼家 那場勝利在手 很快的 報速的 他就跟不上 走到尾尾 直路 轉彎的時候 扔到大外檔 追回來 其實輸得不太遠 這隻馬 是霍利時馬房 看這麼多季賽職 暫時馬會看到的 沒有查這麼久 今天第一次用角能 這隻馬都很特別 霍利時和角能 大家都明白 這隻馬 竟然是三季賽職 第一次用角能 看看角能怎麼發揮 這隻馬 看看今場有沒有超快捕捉 他就咬不住了 牛禎大哥上場 雷文也有選擇 他進來的時候被人阻礙了 那場是盡著時的 他被人阻礙了 其實都是輸了一個多馬位 今天仍然都是撿回好檔 他都是輸了一個多馬位 被人阻礙了 仍然都撿回好檔 盡著時再出好像跑過第四 對 同場又揚名亮亮 一會兒我想跟大家看這條片 因為有天天智庫 今天都跑的 木火同名的拉程 天意、電訊火箭 今天都跑的 一會兒看這條片 大純威上場 我真的猜不到他放在前面走 這隻馬 上場因為馬太少 他可能想放在前面走 回來最後那幾步 頂不到 丁仔那隻 中間被銀匙 那隻雙病 放在那裡 那條耳蟲彩 丁仔那些 就沒有了 但是這隻馬 在菊草的賽職 其實都是守著衝的 今天上次經過一場長直路 我看回他的片 去到最尾 那一段仔路程 才沒有力 今天的直路短了一百米 究竟他會不會繼續放呢 真是不知道 以他舊史的賽職就不會 但以莫雷拉 和今次試了上次的跑法 就有很多變數了 成才 今次換陳家熙 季初我都說他試過有貨集 很好的 那就輸過幾馬位 接著上場 仍然都是用蝕恩 跑田草 他就差一點 那就輸四個馬位 那一場 他輸過幾馬位 那一場 其實是和福滿寶 戰童三千 木火同名 藍莊之歌 這些跑都近 後面的真勝者 今天不用蝕恩 換過陳家熙 又減一些綁 看看這隻馬怎樣 吉利大勝 爆完懶 上場跑過第五 之前試過的貨集 我就覺得不過不失 要考他谷草性能 歡樂好友 上場是跑得好的 這一場 雷文覺得是一場高水準賽事 股票轉期 還有那些什麼 進憂自在 醒目在臨 甚至乎高高 金剛石那場 都被人阻止 才沒有 歡樂好友 跟在前面 就算是創科先鋒 好運多保 這場我覺得高水準 很特別 他放回來快的 他有些又可以 後上衝上來的 那些也是可以的 所以這一場 因為是一陣 蓋一陣 第一陣在裡面 然後中間那陣 蓋上來 誰知道再被一陣 蓋過來 這場馬很特別 這隻歡樂好友 這次第一次跑 菊草 上場我覺得跑得好 超瀟灑 上次就中了 他 也有些賠率 這隻馬五班贏 今天上四班 四班 趙贏得八倍 今天撿了十二檔 仍然都填太安 首飾傳奇 這兩場比較失望 上場千四 就抹了 這隻馬暫時都是千二 谷草千二 楊明亮亮 上場我都說過 那條片 竟然拍過失失左左之下 在最後一條直路 S走位 就把那隻盡著士 我就說那場盡著士 比較失望一些 可能要加程 這隻馬 他就不是說什麼有速度的馬 撿過一檔 我相信他都要找位 但是上場我覺得是跑得好的 中華威威 一直都有跟這隻馬 一直在找跑法 千二 有時候撿檔差 後上 菊草 上沙田千二 就被人阻 上場上千四 又擺去前些 回來又不多 今天又跑回菊草千二 今天又撿過這樣的檔 再加一個賀明年 這個檔 看看是否放在內蘭 一路揣 帝豪精彩 這隻馬 雷文看過賽職 上場跑法直路一千 我也有選擇 他跟了同友的步速 可能跟得太快 這隻馬真的辛苦 我看到 回到來 他又不是斷很多 但是 這隻馬在菊草 是跑得最準的 菊草千二 三場 我如果沒有記錯 三場他都是輸一個多馬位 曾經是一場快步速 是跑得好的 菊草千二輸一個多馬位 菊草千二一個多馬位 菊草千二一個多馬位 菊草千二第一場三個馬位 即是三場都是輸一個多馬位 這場馬為什麼我覺得亂呢 我覺得有得爭的 一啦二啦 三啦四啦五啦 兩隻六七 初跑菊草 我暫時看不到 八啦 十啦 十一 擋位差何命連 我看不到 十二 我當有八隻馬有得爭的 對了 有得爭還有得爭 今天這隻超瀟灑十二檔 如果我只是看他上一場的賽職 雖然我中了他 雖然我也有介紹 即是跟大家說這隻馬 但是呢 他上場真是賺萬步速的 末段22秒六 爆上來好像很厲害 但是前面沒有用力 你看看前面那幾隻 開心好友再出 不知道去了哪 才你其餘跑道有問題 反而是追上來的 再出是OK的 今天還有一些 什麼神周進馬那些 信心滿滿 那天不讓人阻礙都在 那麼 追上來那一場 就比較好一點 但是我看回我上季 最後那一場 他贏那隻五班 那隻阿苗禮德那場 我都說是這麼多 那隻儀昌復星 其實他在片來片去 再贏了那隻今季 這隻十二檔的馬 究竟有沒有形勢配合 給他前面的馬 搶得快 而 給他有得喘一段 我看他的爆發力 這些馬 不可以看小 但是十二檔 始終都十二檔 就可能是現在 因為他演出其實很不穩定 他有時候我留意他的時候 他就輸給贏多多 然後有時候不穩定 有時候跑得好 有時候跑得差 可能是未成熟的表現 現在連贏了兩場 究竟是否現在開始才踏入成熟期呢 可以去大家研究一下 我這一場馬 就真的沒辦法了 有得爭的馬太多 吉利大勝 兩場都接近 寬落好有上場跑得好 兩場初跑菊草 我暫時就先抹掉他 你要爆進來都沒辦法了 有些菊草跑得好 我沒理由先放在個人心水裡 再加上這場馬 我相信連理福星 以他撿這麼多次十外檔 他都放在前面 看看今天會不會又放在前面 牛禎大哥又放在前面 大淳威 萬一上場他覺得 哎呀我放了這麼快回來 放在前面走到最最後的一百幾十才斷 今天停直路縮短一百 就剛放了 若然又放在前面 已經有三隻 寬落好有上次都是跟前的四隻 萬一那些什麼帝豪精彩呢 上季有場考得很快 這次是暴觸給鄭俊偉那隻 忘記叫做什麼 那隻很冷下 那隻叫什麼 那隻叫什麼 名字很特別 哎呀 幼藝君子 那隻幼藝君子 那隻幼藝君子 他那一場跟同樂日 放得幾快 奇妙日 走得幾快回來 後來才被幼藝君子過了 他也是跑過第四 連續都是輸過幾萬位 所以我預計他走在前面 可能有一 三 四 七 甚至乎 九 十二 這些都可能的 十一就不知道了 看看他怎麼跑 萬一韋達又好像那隻 那隻盡力之城的外檔 走早一點 又割多一隻 那可能選擇有得追的馬 那我自己這場 很難說 因為有變數 連起福將 不知道他放不放 大純威 不知道他放不放 寬樂好友 又搓飽菊草 那 帝豪精彩 我就預計他放前 上場 他也是跟同友 有過的報酬 是吧 那就是很兩體的 前面的馬 若然真的多些馬 走的 我覺得都是選手的 比較追的馬 比較好一點 那我第一隻 我選了這隻 先看了這隻 先看了這隻 揚明亮亮 上次那場馬 我都說 那隻 那隻 真的比較失望 竟然被這隻 在後面 左穿右插的馬 就 剁了一個平頭冠軍 今天有電訊火箭 天意 牛禎大哥 魅力漢子 天天智庫 楊光武士 昨天就爆了 木火同名 看看他怎麼走 爆果斷回來 就過了其他對手 在這裏 他今天撿過一檔 對這隻馬不是好事 他沒有速度撿一檔 實在是一群馬在前面 但是他這場也是這樣 今天這隻天天智庫 大家都看一下 今天縮情 他們都放到最尾 850才沒有的 這隻天天智庫 這隻是樂斑野 盡著視在這裏 你看看相距這隻馬 有多遠 盡著視在這裏 楊明亮亮在這裏 牛禎大哥在這裏 那隻 幸好找到位置 旁邊的楊光武士就爆了 盡著視現在都走了 他在這裏 縮窄了距離 因為是內蘭 這裏 他還要S走位 左看右看 抽出來 最後那幾步 你看看他爆下去 突然間就加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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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馬 這場我拼一個形勢 老實說 若然前面放得厲害的馬 好像大純威那些 其實未見底 上場放到最尾 一百幾十才斷 今天若然他再進一些 真是一放 真是利放的 這些真的走得到回來的 我就拼一個形勢 我覺得有這麼多快馬走 希望他們有國不相讓的情況 那我就選了一些追的馬 但我不敢選擇 跑道形勢很難說的 那這隻陽明亮亮 今天加了幾多磅 我先看看 好像加了他三磅 還是四磅 加了他三磅 上次贏馬 超瀟灑加五磅 對了 對了 那我就選了這十號的陽明亮亮 雖然他在一個危險的處境 一條直路就湯了這麼多馬 連那隻盡著市 雖然那一場對手不太強 我都說過 但是這些馬 都是比較狠擠一段 若然真的有個形勢 那就求他一直 希望他做得到 那就先愛了 第二隻 我要選這隻正本洪森 希望今天沒有那些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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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這麼快的步速 他應該可以咬回位置好些 再加上第一次用角能 如果不行的 找回韓明亮都可以 不用那麼麻煩找角能 這隻馬 其實在三班 那時候都跟那些 整木湧區走過很近的 只要他跑出水準 不要像上場大墮後褲外檔 他也是有條件去接近的 再加上二號 十號二號就要了 至於這隻超瀟灑十二檔 條件當然是不利 但是有個變數 就是今天真的有這麼多快馬 我看他上季贏 宜昌復星雖然是五班 但是那些一騎下去 片來片去 那些腳是越踏越有的 雖然班數可能會差一些 但是想一下他跟贏多多跑過 希望他這場都可以繼續 保持到水準穩定 十二檔真的要講祭遇 你說得很熱的 就不值得搏 但是有少少賠率 就加上這隻 這場也是搏一下懶 玩一下 就加上八號 至於第四隻 口連李福將 大純威 成才 這些那裡選 今天四連環四重賽 就是在這些那裡選 大純威 連李福將 成才 甚至牛禎大哥 勁瀟灑 這些那裡選 那我如果要選一隻 我說搏阿芳這一隻 為什麼我會搏他呢 我不是搏他會流後 還是向前跑 而是我看他上場這樣 他根本沒有理由要走在前面跑 這隻馬 沒試過放在前面 究竟他心裡在想什麼呢 是否馬少呢 想搏走 但是最後就被人爬了 但是回到最後 他是大約 一百左右 他的腳開始慢 今天 他仍然用一個主動 萬一他的馬再進一點 真的放回來 真的去到一百才斷 看看有多少馬爬到他 是吧 想就是這樣想 上場他這樣想 一定是失了手 如果不是他需要改變跑法 他肯定是有圖謀才改變跑法 那就失了手 看看他今天 但是八檔當然不理想 不過他上次也是這樣外檔的 如果想寫四隻 就先寫這四隻 10號的楊明亮亮 2號的正本洪森 8號 駁他克服十二檔的勁瀟灑 以及四號 看看他上次應該是失了手 這次應該是失了手 那條Q VGQ 那條Q 而重彩 那些全部被銀事雙病 頂住了 不過這場 這條 也在溫馨提示 真是駁一個跑法形勢 就是 我以一個駁他前面多馬走 拉散馬之後 而有些追近的馬 就是這樣追 我選這四隻,希望大家多贏,支持阿里文的頻道,看看廣告